医生就问了一个问题 说那既然这样的话你们都不想要了 你要不要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之后 就把那个结痂手术给做了 又下小雨了 中午产检完之后 我问我老公吃啥 他说吃中国菜 这不行了 走哪子吃中国菜 我们生完老三赶紧回去 你脑子一天 就啥吃的 啊 是有像快餐一样的 哎呀感觉好好吃的样子 给你这个样子吃 我要我要吃这个吧 那是什么 那那个吧 我要那个 看看这一碗 一个饭 一个主食两个菜 七块钱是吧 这么老多 可够了 我俩还怕少呢 这么大两碗 这好离医院很近 他饿得不行了 我老公这没有什么肉 两个鸡肉 跟鸡过不去了这是 这是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做这 做的中国美食还挺好吃的呢 挺正宗的哈 这这面炒的可好吃了 好吃吗 我这个面也好吃 吃完饭来接他俩 然后刚才不是去医院吗 我老公就是 走哪儿给我拍到哪儿吗 抽血 然后还说呢 我就告他你 露啥露啥哈 然后就这个小助理就问我 你老婆是干什么的 怎么老录那个视频呀 我老公就说 我老婆是那个抖音上的小网红 我说不是小网红 我说就是个网上的 玩那个自媒体的 没有红 没有那么红 我来跟他聊聊的 然后我就先跟他说 我说 我说你好像跟三年前不一样了 他说 因为之前他特别爱化妆嘛 他说又是因为疫情期间 老戴口罩 他就不化妆了 然后也长胖了很多 后来他就开始看我跟他聊天 比较那个啥嘛 我特别喜欢跟人家聊 人家不认识我 我也跟人家聊 但是我俩就见过老二 生老二的时候见过一次 后来呢 他就跟我说 哎呀那我知道你那个 作字媒体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你了 因为你就是 他说我的性格太开朗了 见谁都嘎嘎大笑的 我说嗯是 好像粉丝们喜欢我 都是我的性格 然后 见谁都是那种 就想跟人家 唠两句那种的 看经理军 非得要 带还得小书包 然后医生让我去买 那个维生素 说我孕期 我就在吃钙片和 那个铁片 然后呢 他说不行 得吃到 如果你母乳的话 你就要吃到母乳结束 所以让我老公 去买那个 看那个有没有 买太多了吧 今天在产检的时候 然后那个男医生就说 哎呀又是个男孩啊 那你们要不要拼一个女孩 然后我们两个一口同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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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拼了 然后给那个女 给那个助理和那个医生 乐得不行了 他说哎呀 怎么也得拼个女儿啊 我说 然后我老公说可不行了 已经有三个儿子了 万一再来个儿子怎么办 后来又这样的 医生就问了一个问题 说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们都不想要了 你要不要在生产的过程中 生产之后 就把那个结痂手术给做了 当时我听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说 我离生孩子嘛 还有两周 如果我要做这个手术的话 就提前要跟医生讲一下 这样的话 他们就赶紧报给保险公司 就 嗯 只有保险就报了嘛 不用我们自己花钱 嗯 嗯 嗯 然后 但是他说你如果临场决定我做的话 就不能给你 呃 抱保险 你要自己去自己拿钱去做了 然后 他就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其他手术呢 技术还是挺好的 呃 对预防你以后的什么 公颈癌呀 然后预防什么公外孕呀 啊 都都挺好的 那我说那有什么 跟咱们国内有的 有什么不一样啊 因为国内的话 可能是上环还是怎么事的 他那个应该不是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 因为 我 我的想法是 现在我可能 我 我现在不想要了啊 就现在我真的不想要了 但是就是怕万一 我以后 过了 过了几年 比如说五六年 七八年以后 因为毕竟我才三十几岁 三十出头 对吧 那万一到四十岁的时候 我再想要个孩子怎么办 哈哈 是不是有点小毛病是吧 就是问一下这个问题啊 然后我就问了那个助理 我说如果 那以后我再想要的话怎么办 可以就是说 还能自然生产吗 他就说不行 如果你做了这个结痂手术的话 你如果 你如果以后还想要怀孕的话 那只能用试管婴儿了 就不能靠你自然受孕来怀孕了 本来是我和我老公都想去做了 本来就跟他 就跟他医生说了 我说来做 做结痂手术 但一听到他这么讲 然后我老公又动摇了 我也有点动摇 其实 我也害怕 就是 怎么说呢 三个儿子如果长大了 是吧 万一说 突然间有那么一瞬间 因为毕竟我不是说 我不是四十多岁了 然后可能过了七八年以后 我才四十岁 那个时候如果我还想要的话 做试管的话 有点太那个傻了吧 这样我老公一听这个问题就说 哎呀那还是先别做吧 然后那医生问我 哎呦水 你确定吗 老公说确定确定 先还是先不做 然后那医生就笑了笑 看来你还是有想法呀 就是 不是有想法吧 大家觉得呢 就是现在做了 就如果说是上环 他可以取掉的话 还能自然受孕 那还可以 但他这个手术的话 直接就是 给你那个傻了 不让你再怀孕了 那你如果怀的话 只能是 做试管 那估计很那个闹心吧 所以还是回去想别的办法吧 我看他们有说 就在胳膊上上什么的 或者说男生 去做那个什么手术 然后 还有吃 那就不行的话就吃药吧 是吧 反正是短时间内 肯定是不能再要孩子了 而且他们这边的 抛妇产 我们的抛妇产 是要等三年才能怀孕 他们是六个月之内就可以 六个月之后 就可以再怀孕了 那个男医生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可以把这个字先签了 我们先去报保险 这样的话 如果你做呢 那我们就给你当天做了就好了 但如果你不想做了 你可以临时改变主意了 你也可以前一天告诉我们 直接撤销就好了 本来是我就想签那个字 然后后来一想 大家觉得是不是 还是留一个挽回的余地更好一些 就是心底里还抱有一丝希望 虽然说 哎呀三个儿子也挺好的 但是总觉得还是想 要啥他不来啥 反正总觉得还想 哎呀 以后的话 如果啊条件允许了 有个小姑娘不是也挺好的吗 然后就是怕他不能自然受孕了 因为不知道 咱们国内那个上环是怎么弄的 但是我听 我听我就是家里的老人讲嘛 就是上环的话 可能是可以摘掉嘛 摘掉的话还可以再怀嘛 但是这个的话 真的就是你做了这个手术 就真的不能再自然受孕了 大家怎么觉得 她记得了 是不是 什么 是 有 是